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師兄姊妹 我們今天看 馬太福音第七章 馬太福音第七章 我們這段時間呢 讀馬太福音五章 六章 七章 這是講到國度的憲法 所以今天呢 第七章呢 就來到國度憲法的最後一段 講到呢 不要審判 講到國度子民待人的原則 就是不要審判別人 這個國度憲法一開始的時候呢 就提到啊 靈禮貧窮的人有福良 靈禮貧窮呢 就是呢 在神的面前承認自己一無所知 一無所知 一無所有 而把自己呢 倒空 然後呢 這個來仰望主 倚靠主 讓基督呢 在我們的身上 建立國度 設立寶座 使我們成為國度的子民 國度的子民 就不論斷 不審判別人 國度的子民 指審判自己 不審判別人 我不審判人 尚且不能保證 別人不審判我 何況我去審判別人 就很容易互相審判 兩敗俱傷 審判人 所產生的傷害和後遺症 是我擔當不起的 在造衛生活的理念 如果爭鋒相對 惡言相向 這是佩達侍奉的致命傷 我們的靈在哪裡 我們不知道 審判別人 不能夠把人的挽回 也不能把人的帶到復活的裡面 所以 國度的子民 不要審判別人 我們只要審判自己 責備自己 對自己要做正確 嚴苛的判斷 不要審判別人 好 我們看一下綱要 這個馬太福音第七章 有兩個大點 第一個大點是國度子民 待人的原則 第一 第一種點 不要審判 免得你們用什麼審判的人 也必受什麼審判 我們國度的子民 活在蜀天的管制底下 活在謙卑的靈靈 我們要顧到別人 就是為別人設想 不要審判別人 第二種點 國度子民 活在蜀天的範圍裡 當看見弟兄眼中有刺 就必須想到自己眼中的良目 就是當我們看到別人的缺點的時候 我們需要想到 我自己有更大 更多的缺點和錯誤 別人眼中有刺 我的眼中有良目 俗語說 一葉障目不見泰山 就是有一片樹葉遮住你的眼睛 泰山在眼前你也看不見 一葉障目不見泰山 今天這個良目在我們的眼中 我們當然就看不清楚 我們就會做出錯誤的判斷 所以一個人要做一個沒有偏見的判斷 是不容易的 所以主教導我們不要審判 當我們審判別人的時候 就是把自己充當審判官 用自己的標準和尺度來衡量 論斷別人 裡面就潛藏著個人主觀的感覺和意識 這個就我們審判別人的時候 常常是貶低別人來高抬自己 所以他就是出於一種驕傲、忌妒和怨恨 就很容易落入冷酷無情的律法主義 就像法律賽論斷人一樣 第四重點 在屬靈的領域裡 批判、論斷不是神的旨意 不是佩達建造的路 絕不能成事 這個批評論斷不能成就神的美意 在家庭裡面也是這樣的 在照會裡面也是一樣 第五我們一起唸 審判人和誠是公義 慈愛的神 明明天是向審判掛勝 因為審判是神的事 當神審判人的時候 就是神的公義和慈愛相遇碰撞的時候 神一面要維持神的公義 一面又要彰顯神的慈愛 這是神最為難的時候 但是基督的十字架 乃是叫神的公義和慈愛 同時滿足且不矛盾 基督的十字架就是說到神愛人 所以為人的罪舍命流血了 所以基督的十字架 一面滿足了神公義的要求 一面也說出神恨惡罪 但是神愛罪人 所以就彰顯了神的慈愛 當律法在審判的時候 說用石頭打死 主耶穌說 你的罪射了 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不要再犯罪了 這就是 憐憫向審判華盛 人的審判 沒有憐 神的審判的裡面 因為公義和慈愛平衡了 所以神的審判就滿了憐憫 憐憐就說你的罪在射有 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這個叫做憐憫向審判華盛 所以我們寧願落在神的審判之下 我也不要在人的審判之下 阿門 感謝主 第二 第二重點 不要把聖物給狗 也不要把珍珠 丟在珠前 這個聖物跟珍珠呢 指的都是貴重的東西 那狗和珠呢 在聖經裡面被視為不接近 那狗呢 是指信奉宗教 卻藐視又反對真道的人 珠呢 是指污秽不解 欲望無知 又不信真神的人 好 所以啊 當我們呢 要把貴重的東西 這貴重的東西啊 這個聖物啊 或者珍珠啊 就指的呢 神聖的真理 要把這些貴重的東西呢 給人的時候 我們需要有一個分辨的靈 不要把神聖的真理和經歷呢 隨便 與不能分辨 不知可目的人分享 當我們和人談論真理的時候 要考量到我們的對象 要依據呢 聽話的人能接受的度量和情形 免得適得其反 就是啊 當我們呢 對人在談論真理的時候 我們要看到他 他現在能不能接受 很可能現在不能接受 以後可以接受 所以要根據呢 他的情形 來對他談論 免得呢 把這個好的東西糟蹋了 反而被践踏了 神的真理不能被践踏 但是有的時候 我們去傳福音的時候呢 神的真理會在一些 惡人的口中被践踏 我們需要小心 那這個地方呢 就說到啊 我們啊 我們怎麼知道 對方是怎樣呢 對不對 又怕呢 真理被践踏 但是呢 我們又不能叫他呢 你去自求多福 我拒人於全力之外 不行啊 對不對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需要禱告了 需要禱告啊 求主呢 給我們啟示 那你看啊 在這個馬太福音十五章裡面 講到那個佳南婦人啊 佳南婦人呢 她的女兒被鬼附了 她就來呢 又喊又叫 來纏謀主耶穌 主耶穌呢 主耶穌的門徒啊 要把她趕走 然後主耶穌說啊 不好拿兒女的餅給狗吃 但是呢 這個家長的婦人說呢 狗也吃桌上掉下來的睡渣兒 所以啊 狗和豬不是不能接受的 哎 時候到了 她如果真是渴慕 真是有需要 她來到主面前的時候 主照樣接納她 對 照樣接納 這樣子 對不對啊 好 所以啊這個 我們呢 基督徒啊 這個 需要呢 具備屬天的智慧 和辨別力 就是啊 當我們與人接觸的時候 要傳遙福音的 講論 真道的時候 我們呢 要當有的分辨 和警醒 那個激情 激情我們需要知道 第一 我們不要一相情願 認為這個好 就 就三言人 別人不一定接受 但是呢 也不能說呢 她呢 她大概不會接受 所以我就拒絕她 不理她 讓她自求多福 也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需要禱告 禱告 禱告 問清楚 那所以呢 第三終點 就講到呢 禱告的問題 好 求就給你們 尋找就尋進 叩門就給你們開門 好 國度的子民啊 我們做任何的事情 我們需要先求問主 那這裡呢 主給我們一個大的應許 叫做呢 求就給 尋找就尋見 叩門就開門 哇 這個真是一個極大的應許 這裡呢 就說到 祈求 是普通經常的禱告 尋找呢 是專一深切的禱告 就肯切的禱告 叩門呢 是指情詞迫切的禱告 這裡就說到 禱告的3K 第一 祈求 A.S.K 尋找 S.E.E.K 叩門 NOK K.N.O.C.K 就禱告的3K 禱告三部曲 一步 比一步呢 更迫切 好 這個 祈求啊 就是呢 普通經常的禱告 我們呢 這個不是一曝死寒的禱告 乃是呢 天天 常常的禱告 主耶穌 告訴我們 要不住的禱告 所以啊 這個 這個要 凡事呢 藉著禱告 祈求 帶著感謝 將你們所要的 告訴神 那第二呢 就是尋找 尋找是專一的 非常懇切的一種禱告 就像哈拿的禱告一樣 哈拿呢 為了求一個兒子 沙末爾 他在主面前呢 有專一的禱告 那這個 叩門的禱告呢 就是 最迫切的禱告 就是 情詞迫切的禱告 這個地方呢 有一個比喻 在路加福音十一章的裡面 就是有一個鄰居 要半月來敲門 要借三個餅 因為他的朋友來了 他沒有東西可以擺上 所以他就一直敲門 一直敲門 裡面呢 裡面這個人呢 他就非常的不耐煩 他說呢 不要攪擾我 對 門已經關上了 然後呢 我已經上床了 要睡覺了 你不要攪擾我 他一直扣門 一直扣門 一直扣門 這個人呢 還是要起來開門 還是要起來開門 意思就是說呢 當你不斷地扣 不斷地扣的時候呢 就 這個人就會出來開門 就說到呢 一個人呢 對他的鄰居呢 尚且是這樣子 那我們的主呢 對我們呢 如果一個堅決迫切 不顧面子的祷告的時候 主也會為我們開門 所以 到最後 就用叩門的祷告 來 讓 主答應 所以這個叩門的祷告 就是呢 這個科西馬尼远的祷告 主耶穌啊 在科西馬尼远 那個迫切的祷告 指的這種 叩門的祷告 好 今天呢 是誰在扣誰的門 啟示录三章的裡面 主耶穌說 我在門外叩門 若聽見我的聲音 又開門了 我就進到他那裡 我與他 他與我要一同作息 所以啊 我們有的時候 祷告不得答應 你不要怪主耶穌 因為主耶穌 常常扣我們的心門 我們也沒有看見 是不是啊 如果你開了門了 主耶穌扣你的心門 你開了門了 你祷告好主耶穌 主耶穌也聽了 阿門 感謝主 好 這個扣門 就像 用手 一直像那個錘子一樣 一直錘那個門 一直錘那個門 主啊 你要錘聽 走到最後呢 我就會錘聽了 好 第三 第三 第三小點 兒子 後面這一頁 兒子向父親求餅 求雨 父親呢必會給他 同樣 我們向父神求 父神也必把好東西 聖靈賜給我們 今天呢 求餅求雨 這個餅跟雨 也是好東西 所以呢 當我們跟主耶穌求的時候 我們呢 跟主耶穌求好東西 主耶穌呢 卻把最好的給了我們 就是把祂自己 給了我們 聖靈啊 聖靈賜給我們 這個 這個 第四 第四小點 求餅求雨 做一個按時分量的人 這個求餅求雨啊 你看 主耶穌呢 用五餅二餅呢 食飽五千人 所以啊 這個餅和雨呢 就說到是一種 供應人生命的一種食物 供應人的一種食物 供應人的一種食物 那所以啊 這個 當 當主耶穌呢 在講道的時候 那 那個門徒呢 那講完了以後 門徒說 叫這些群眾都回家了 主耶穌就跟門徒講說 你們給他們吃吧 好 今天 有這麼多人需要餵養 這麼多人飢餓 我們需要給他們吃 所以我們要跟主求餅 求魚 做一個分餅分魚的人 做一個按時分量的人 如果你有這樣的心願 你願意呢 去牧養神的小羊 這樣子的禱告 主一定推定 因為主會把祂的聖靈 賜給我們 我們就在聖靈的裡面 餵養別人 第五 就是 正確的禱告 得答應的禱告 要符合神的旨意 求就給 尋找就尋見 扣門就開門 這個呢 不是心想事成有求必應 不是 如果有求必應 心想事成的話呢 這個神是一個邪惡的神 你求什麼都給 那還得了 是不是啊 一定要 何無神的旨意 主才給 要不然這是忘求 這是亂求 對不對 好 這個 正確的禱告呢 在約翰弗林十五章的裡面 他說 你們若住在我裡面 我的話也住在你們裡面 凡你們所願意的 祈求就給你們成就 所以啊 這個正確的禱告 是要何無神的旨意 所以啊 這個神的旨意是什麼呢 神的旨意是說 若我們呢 住在主裡面 這裡 這裡有個若 若 你如果滿足了這個條件 那你住在主裡面 主的話就住在你們裡面 那我們所願意的祈求 就給你們成就的意思 就是說呢 主的話在我們裡面了 我們就照著主的話來祈求嘛 那就成就了 那第二個若 在約翰一書三章 二十一二十二節 我們的心若不責備我們 第一個若呢 是要住在主裡面 第二個若呢 就是我的心不責備我 我的良心呢 不再控告我 不再責備我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向神坦然無懼 那我在向神坦然無懼啊 這樣子的禱告呢 主就會垂停 因為怎麼樣呢 我們如果犯罪 就有良心的控告 向神沒有辦法 坦然無懼 所以良心如果不責備我們 我們不論求什麼 就從祂得著 因為我們遵守祂的誡命 也行祂看為可喜悅的事 就是啊 我們的心不責備我們 就代表說呢 我們裡面呢 是聖別沒有瑕疵 因為呢 我們呢遵守神的誡命 我們呢 行神所喜悅的事 有一句俗話說 獲罪於天 不可導演 就是啊 我得罪的天呢 我禱告也沒有用 獲罪於天 不可導演 這個詩篇裡面有一句話說 我心裡若注重罪孽 主就不聽 我裡面都是罪孽 你禱告主怎麼會聽呢 你就不會聽啊 所以呢 這裡我們需要看見 要向神坦然無懼 第四重點 講到呢 這個整個國度憲法的一個總結 總結就是啊 國度子民代人原則的總結 你們願意人怎樣代你們 你們也要怎樣代人 這個孔子說啊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啊 這是消極的 積極的呢 就是主耶穌說的 你們願意人怎樣代你們 你們也要怎樣代人 我願意被人尊重 我願意被人包容 我願意被人饒恕 我也要這樣對別人 那這個是怎麼來的呢 這個是因為神先愛我們 神先愛我們 我們就願意愛神 我們呢就全心全意的愛神 因為我們愛神 因為我們愛神 所以我們就愛人如己 那今天呢 我們愛人如己 是因為呢 我們愛神 所以愛人如己 是建立在愛神的根基上 愛人如己 所以我們愛神 我們為什麼愛神 因為神先愛我們 所以 總結 就是你們願意人怎樣代你們 你們也要怎樣代人 好 好 我們看第二大點 國度子民生活工作的根基 國度憲法的完成及總結 是引我們禁載門走狹路 這樣才能實行天賦的旨意 好 禁載門走狹路 好 禁載門走狹路的人 必定是遵行國度憲法的人 也就是呢 受那裡的約束和規範 在調和的靈裡 生活 工作 侍奉的人 只有這樣的人 才能夠呢 禁載門走狹路 才能夠實行神的旨意 好 第二小點 救恩的門 是恩典的門 是寬大敞開的 因為救恩的門呢 是我們的呼求主民就必得救 我們相信就得救 所以救恩的門是寬大的 這是關乎得救的問題 那國度的門呢 是窄的 路是俠的 是關乎得勝 得獎賞的問題 所以要進到這個國度的門 要在千年國度的裡面得獎賞 這個呢 這個門是窄的 這個路是俠的 因為是要得勝 得獎賞 所以得救是一回事 得勝又是另外一回事 第三 寬門闊路引到毀壞 進去的人也多 因為不需要出代價 窄門狹路引到生命 找著的人也少 因為十字架的道路是出代價 否認順服主的一條道路 這個 世界上的路是安逸通達的路 所以呢 它是寬大的 它是寬大的 進去的人也多 進去 進去的人也多 那個窄門狹路 找到的人也少 找都不容易 找到的人少 這個呢 世界上的路呢 進去的人多的可能 這個每天呢 許許多多人都往滅亡的裡面直奔 這個四十年前啊 我住在那個美國 阿克羅浩瑪 我住在那條街啊 的名字叫做Broadway 就叫做寬路 那條路真是又大又長又寬 但是呢 那條路呢 一直開到最後呢 是一大片的墓園 一大片的墓園 這個真是呢 真是呢 跟這個聖基非常符合 非常符合 那這個十字架的路啊 就是呢 人不看好的路 但是呢 神看好就好 十字架的路 就帶我們到榮耀 帶我們到生命的裡面 帶我們到得勝的裡面去 這個 從果子分辨假生言者 假生言者 今天呢 這個我們在這條狹路上 各樣的虛假 聖基裡面說假生言者 假師父 假信徒 都多了 很多虛假的事情 今天呢 我們需要分辨 也就是說呢 我們在照慧生活裡面呢 凡是要為主生言的 我們需要做品質管制啊 對不對 看你講的是什麼啊 好素結好果子 怪素呢 就結怪果子 這個那林的果子 一共有九樣 如果呢 不是那林的果子 那這個人呢 很可能呢 就是假生言者了 那所以果子呢 主要是指 生言者的品格和教訓 品格呢 就指了那林的 那林 九樣的 九樣的美德啊 然後教訓呢 就是說到呢 我比神的話多了 這個就是 法利賽人講的 比神的話少了 這就是 沙都干人所講的 然後呢 你隨便 講一些異端邪說 這個呢 這些都是假生言者 所以今天我們為主 為主說話呢 我們需要非常的謹慎 主保守我們 第四 遵行神旨意的人 不是每一個人 說主啊主啊的人 都能夠進諸天的果 這個說主啊主啊 這個呼求主名 得就進神的果 但是再加上 還要加上一個 遵行神的旨意 才能夠進諸天的果 那這個說喻言啊 敢鬼行異能啊 這些呢 就是高舉 高舉恩賜 有工作 但是呢 卻沒有基督 有工作呢 卻沒有生命 這樣子 那這是主 所不稱許的 主稱它是不法的 不法的 那這個 這個 最後 有一個分組研討的題目 第二題 我們看一下 這個 求就給 尋找就尋進 扣門就開門 弟兄姊妹啊 這種經營多不多 其實有好多的基督徒啊 這個軟弱 都是因為有太多的禱告 沒有得答應 但是呢 那些沒有得答應的禱告 都是不正確的禱告 那這一句話呢 也是困擾我好多年 那求就得主 怎麼沒有呢 弟兄姊妹 我後來慢慢發現 有兩個禮儒 終於讓我明白了 讓我得出開啟了 第一個 神沒有說求 就立刻給 神也沒有說 多久給 所以你要求 求到神給 如果是合物神的旨意的話 你就這樣說 這是第一個 第一個理由 第二個呢就是呢 原來呢 導光需要造著神的旨意 需要造著神的旨意 不是造著我的需要 不是造著我的感覺 因為那是忘求 忘求 所以啊 主耶穌在科西馬尼遠道祷告說呢 不要造我的意思 造你的意思 保羅呢 三次求 他身上的刺兒 挪走 他求的是這個 主給的是夠用的恩典 這也是 祷告的答應啊 是不是啊 好 然後呢 這個我們呢 求剛搶 主呢 給我們軟弱 因為呢 保羅說什麼時候軟弱 什麼時候就搞笑 好 然後呢 我們求忍耐 主耶穌就給我們苦難 因為保羅說 患難生忍耐 忍耐生老練 聽得懂 所以啊 有的時候呢 你求主已經答應了 只是跟你所求的那個不一樣而已 主已經答應了 有的時候主答應了 你沒有聽見 你不知道 主不是不聽 主已經聽了 感謝主 因為這樣子呢 能夠開啟我們 叫我們能夠堅定持續地禱告 我們作為一個禱告的人 我們也有經歷說 主啊 我的禱告 常常通訊 隨心 不知人生 愛你